我怀疑你是探算饮料 因为我一遇见你就开心的冒泡泡 哈喽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我是最萌最可爱的五个小姐姐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刷遍朋友圈的韩国高分电影《紧生虫》 男主金金泽出生在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 自他几世起全家人就全坐在这个发霉发臭的地下室里 每天唯一的奢望便是填跑肚子 或许是出于与生俱来的倔强 无论再苦再难金金泽也没有放弃过生的希望 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但现实是他考了四次也没有考上大学 唉心疼你三秒 金泽还有一个具有美术天赋的妹妹 她和金泽一样因为贫穷没钱系统学习 只能长天挤在地下室里像老鼠一样卑微的活着 好来熟往地下室一如既往的乏味 金泽觉得自己被生活烟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转机出现了 金泽有个高中同学即将出国留学 临走之前他请金泽帮他一个忙 原来他喜欢上了自己做家教师的学生 但出国再寄 出于对金泽的信任 他想把这个女学生托付给金泽 还送给了金泽一块石头 助金泽时日来运转 啊好兄弟啊 我出头的时候到了 金泽意识到一个巨大向前的盘生机会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如同冰死之人抓住了眼前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泽拜托精美帮自己伪造了学历 去了学生家面试 这家主人姓朴是典型的上层家庭 他有一对儿女 每天只想着谈恋爱的大女儿和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儿子 朴夫人和女儿对金泽十分满意 聘用了他 在和朴夫人谈话时 金泽注意到了小儿子的话 他趁机向朴夫人推荐了一位美术老师 金泽深爱朴夫人的心里 把这位美术老师夸得上天入地神奇不已 朴夫人果然上功了 不久 金泽和金妹一起来到了朴家的别墅 原来金妹就是金泽所说的那个美术老师 但两个人都装作与对方不熟 金妹更是使出浑身解数 将朴太太和小儿子一举拿下 结束补习后 朴家让司机送金妹回去 但金妹别有梦话 他使司机不注意 把自己的私人物品落在了车里 不久朴先生坐车的时候 发现了车里遗留的东西 因为司机被弟弟做了有失体面的事情 于是辞退了他 这郑重了金妹的下怀 司机被辞退后 金妹向朴家人举荐了金霸 当然他和金霸也装作不熟 只是说他是亲戚家的司机 就这样金霸成功的成为了朴家的司机 接着一家人要鼓起重施 逼退了原来的女管家 让金妈当上了朴家的女管家 这下一家人都在朴家工作了 他们虽然装作互不相识 但却在朴家人走后 九转雀巢 开启了狂欢模式 用着朴家的浴缸 吃着朴家的酒肉 就在一家人开心囤聚的时候 被他们逼走的女管家就回来了 他按着门铃 说自己有东西忘在了地下室 金妈给他开门后 威胁他走进了地下室 原来 别墅里的地下室别有洞天 但朴家人对此却浑然不知 女管家之当后 便瞒着主人一家 让丈夫住了进去 女管家恳求金妈 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但金妈哪肯听从啊 俩人争取之间 偷听的接着一行人 不小心从楼梯滚了下来 金家人的秘密从此暴露 女管家拍下了这一幕 想要威胁金妈 但受惯了威胁的金家人 奇惠干做鱼肉 立马扑上去 抢女管家的手机 就在几个人纠缠之际 朴夫人来电话了 受糟糕天气的影响 朴家人打算提前回来 至我通电话 莽如晴天霹雳啊 金家人立马收拾起了烂摊子 他们把女管家和她丈夫 困在了地下室 然后疯疯活活地 整理起了被弄乱的屋子 朴家人很快回来了 兄妹俩和金爸来不及出门 只得藏在朴家的沙发下面 谁知 晚上朴氏夫妇 偏偏准备在沙发上过夜 谈话后 夫妇俩觉得客厅里 有金丝鸡的味道 两人还就此讨论了一番 沙发下的金爸 默默闻了自己的衣服 却什么也闻不出来 这种味道 来自肮脏贫穷的生活环境 来自已经烙在骨子里的自卑 连朴家的小孩都发现 金爸和金妈身上 有一样的味道 等朴氏夫妇终于睡着 金家三人才逃出别墅 天将大雨 他们冒着雨 走下一层又一层的阶梯 终于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地下室 但是地下室已经被水淹了 金则在污水中 找到了同学送的那块石头 心中感慨万千 第二天是嫖家小儿子的生日 金家兄妹都来到了派对 金则小心意地拿着那块石头 走进了地下室 小儿杀死地下室的女管家夫妻 避免一家人的秘密泄露 谁知 金则凡被女管家的丈夫打晕了 原来女管家被金家人 关在地下室时 涉嫌过多死去了 愤怒的丈夫想杀掉金家人 为妻子报仇 只见她打晕了金则后 又找出了一把刀 气势汹汹地朝派对杀去 一刀便结果了金妹 目睹了女儿的惨死 金妈愤怒了 她拿起烧烤架 捅死了女管家的丈夫 而朴家小儿子也因为看到女管家凶神恶煞的样子 吓得晕死了过去 紧急关头 朴先生最惯念的还是自己的儿子 就在朴先生准备拿车钥匙送儿子去医院时 他闻到了几个人身上的味道 下意识捂住了鼻子 敏感的金爸看到了这一幕 对他而言 这种味道就是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有的自卑都在这一刻爆发了 金爸拿起刀 捅死了朴先生 然后匆匆逃离现场 躲进了地下室 警方一直没能找到金爸 朴家的别墅也已经溢住 谁也不曾料到 多年以来金爸一直躲在地下室里 通过控制别墅的电灯开关 向儿子希泽发送摩斯电码 求救信号 一天 金泽终于发现了父亲的求救信号 明白了一切 但依旧住在地下室的金泽 也只能好好赚钱 梦想着有朝一处 能够买下那栋别墅 让父亲也能走出地下室 在屋里堂堂正正的生活 对于别墅里的一家人而言 世界光鲜而美好 而从地下室窗户看到的 竟是阿家乌汇 在同一片天空下 人与人之间竟是天壤之别 不同的地方 自称了不同的气味 但这不应该成为封锁阶层的壁垒 好了 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 想和武功一起皮 就来客客寻 还有微信公众号 搜索武功电影 关注我们